一般来说我们摸它两手一起摸 病人坐在你对面 女人呢左边是血 右边是气 正常的太太小姐呢 左手的脉要比右手脉大 血要大于气 男人呢 气脉右手要比左手大 寸跟尺的脉 寸脉是羊 尺脉是阴 那当你的阴脉比较大的时候 血旺是气出来的时候 胎位置很好的 因为妈妈是女的是阴 面对妈妈的阳 妈妈是阴 就是男孩 怀道是女的话脸在前面 形状不一样 妈妈怀道是儿子 肚子会比较坚硬一点 上面高一点 如果女儿的话肚子比较下面 因为腿在下面 同向 女孩子跟妈妈是同一个方向 阴跟阴是同向 同气相求 那在脉上面呢 左手边是女孩子 右手边是男孩 所以说你气血的时候 你摸她的脉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 这个孕妇的脉呢 左手脉比较大 左边是男的 右边是女的 右手脉比较大于女的 就是来分辨男女 女的脉比较大于女的 女的脉比较大于女的 女的脉比较大于女的